社友总是大半夜起来补妆 我忍不住发到网上吐槽 但很快有网友回复我 你的社友已经嘎了 不是人 很快他就会赶人换皮了 当晚我就感觉有指甲在戳我的天然盖 半夜 我正睡得香的时候 突然被一阵笑声惊醒 我抬头看了一眼 竟然是社友书分在桌子前 对着镜子补妆 这已经是我第三次发现他半夜补妆了 他平时不卸妆睡觉就已经很奇怪了 这每天大半夜起来补妆 更是让人无法理解 于是我忍不住发个帖子 吐槽这件事 很快就有好几个网友回复了我的帖子 我也有个跟你一样奇葩的社友 他老是二半夜偷偷起床洗内裤 我要是你就上去给他一个大耳瓜子 让他没事二半夜吓人 你也别多心了 很可能是你的社友担心早上起不来 没时间化妆 所以提前化好了 看了几个网友的回复后 我准备睡觉了 可就在这时 手机又收到了一条回复 半夜起床堵装 你的室友可能已经嘎了 看完后 我心里把这个网友骂了一百遍 这人有毛病吧 二半夜不睡觉 在网上吓人了 可这个网友之后 又给我发了一条战略消息 有些已经嘎了的人 会半夜起来补妆 是因为他们的皮肤 已经开始腐烂 补妆的频率越高 说明他的这张皮快不能用了 很快他就会嘎人换皮了 看完后 我瞬间惊出一身冷汗 因为书芬最近半夜补妆 确实很频繁 我想了想回复道 我凭什么相信你 没一会 他就回复了我的消息 明天你把他的化妆镜 拿到太阳底下晒一个小时 晚上他要是再起床补妆 就能照出原形 你说的这么玄乎 怎么感觉像骗子啊 你不会是要忽悠我 买你的什么平安服之类的东西的吧 你想多了 方法我已经告诉你了 你试一下就知道 我有没有骗你了 看完他的回复后 我想了一下 决定试一试这个人说的方法 如果他说的是假的 我就直接把他拉黑屏蔽 第二天 我假装不舒服 跟单主任请了假 之后趁着书芬不在的时候 把他的化妆镜 拿到阳台上晒 足足筛了三个小时后 我才把镜子放回了书芬的桌子上 到了半夜两点 书芬果然又起来补妆了 我眯着眼偷偷的盯着书芬 可以直到书芬化完妆都上床了 我也没看到他现出什么原形 此时我才觉得 那个网友就是骗我玩的 别说我拿出手机 就给那人发了一条信息 你个骗子 逗我玩很开心是吧 什么现出原形 亏我还让你说的去做了 你就是个大骗子 发了信息后 我就把那个网友给屏蔽拉黑了 之后我闭上眼睛 打算睡觉了 可谁知我刚闭上眼睛 还没两分钟 又听到了书芬下床 补妆的声音了 我去 这不是刚补完吗 怎么又要补 下一秒 我突然想到了 那个骗子网友说的话 补妆的频率越高 说明他这张皮块不能用了 很快他就会达人换皮了 想到这里 我不由得打起冷战 可我又一想 刚刚镜子不是没有照出书芬的原形吗 那这已经证明他没问题了 我还在这乱想干嘛 可能这只是书芬的一种怪毛病而已 不想了 还是赶紧睡吧 不然明天要起不来了 可不知道我睡了多久 突然感觉有个尖尖的东西 在戳我的天灵盖 我迷迷糊糊的睁开眼睛 就看见书芬用指甲带划我的头皮 我一个机灵坐了起来 你要干嘛 书芬硬森森的笑了一下 别怕 我只是量一量尺寸 我一个机灵坐了起来 你要干嘛 书芬硬森森的笑了一下 别怕 我只是量一量尺寸 我被书芬的话吓了一跳 难道他是要量一量我的皮 适合他穿进去吗 想到这里 我嘴里念叨着 我不想嘎 我不想嘎 而且由于太过害怕 我不自主地闭上了眼睛 等待着死亡的降临 可过了一分钟 竟然什么事都没发生 我小心翼翼地张开眼睛 发现书芬此时已经爬上床 正在被窝里看着我莫名其妙地笑着 我顿时出了一身冷汗 赶紧钻在被窝里 拿出手机 把已经删掉的陆清风夹了回来 他不是骗我的 只有他能救我 随后我给他发去信息 把刚才书芬用指甲划我头皮的事 告诉了他 陆清风很快回复了我 完了 他盯上你了 他想要擀你的皮 看到他的话 我更害怕了 毛问道 那我怎么办 他会不会今晚就对我下手 应该不会的 他们也需要准备的 刚刚划你头皮 应该是在两尺寸 为擀皮做准备 我现在是不是应该逃跑 跟他在一个宿舍里 我好害怕呀 你跑不掉的 一旦被他们盯上 就算逃到天涯海角 也跑不掉的 看了陆清风的回复 我瞬间就被吓哭了 赶紧发信息 哀求陆清风想办法救我 这样 明天一早 我就赶到你们学校去 帮你把事处理了 你晚上踏实睡 他肯定不会动你的 踏实睡 我都害怕死了 怎么可能睡得着 这一晚上 我一直提心吊胆的 不敢睡呀 害怕乱因睡着了 书芬就会下来划我头皮 第二天一早 我看天亮了 准备起床离开宿舍 哪知我刚坐起来 书芬就出现在了我面前 就当我以为 他要大白天动手时 他突然对我说了句 吓哭 生日快乐 并拿出了一顶帽子 我一直担心帽子尺寸不合适 于是昨晚偷偷地量了一下 你的头围 发现尺寸刚刚好 什么 你昨晚是为了这个帽子 才量我头围的 是啊 因为想给你惊喜 所以白天不好量你头围 怕你猜到 所以只能趁你睡觉时 偷偷量了 大姐 你知道吗 昨晚我差点被你吓死了 对不起 这不是为了给你惊喜吗 此时 我的另外两个摄友也走了过来 一个送我一副手套 看到摄友给我准备的生日惊喜 我提了一晚上的心 终于落地了 只会搭人换体 我怎么就会相信 一个网络陌生人的话呢 害得自己胆缠心惊了一晚上 他不是说要来找我吗 你会见到他 我肯定会把他骂个狗血淋头的 可我等了一上午 那一叫陆清风的也没来 直到中午吃饭的时候 陆清风对我发来了信息 我今天有点事 临时来不了 只能明天过去了 你不用过来了 已经没有事了 是我误会了自己的摄友 他昨天量我头围尺寸 是因为我今天生日 他送了我一顶帽子 什么 那帽子你戴了吗 戴了呀 还有另外两个摄友 送的手套和袜子 我都穿戴了 哎呀 这下全完了 你那三个摄友是一伙的 他们都不是人 你别再吓唬人了 上次说书分不是人 现在又说我所有的摄友都不是人 你就是个大骗子 那行 我问你 帽子的冒烟 也就是对应天灵盖的位置 是不是红色的 对呀 上面有一颗红色的小猩猩 那手套的掌心和袜子的脚心 是不是也是红色的 对呀 上面都有一朵小红花 挺好看的 我摄友说这叫脚踩莲花 手抓红韵 大吉大利 什么狗皮大吉大利 这是五颗锁命顶 先锁住你的手脚 让你动它不得 然后头顶那颗直接锁住你的灵魂 扒皮的时候 你就无法叫喊了 好了 差不多得了 你不觉得你说的很可笑吗 再编下去 我就要打电话告诉叔叔了 摄友总是大半夜起来补妆 我忍不住发到网上吐槽 可网友回复我 你的摄友已经嘎了 不是人 很快他就给男人换皮了 我不信 结果当晚摄友就趁我睡着的时候 用他的指甲划我的头皮 晚上七点多的时候 我正在宿舍里打游戏 我的另外三个摄友外出吃饭回来 舒芬看到 我就走到我面前跟我说 吓哭 我买了一个柚子 一会儿我们四个包了一起吃 之后舒芬就拿出了一个柚子 高高地举了起来 吓哭你看 这个柚子跟你的头一样的 看到这一幕 我突然觉得后背一凉 想起了陆清风给我发的最后一条信息 千万不要吃柚子 不然你肯定会嘎 他怎么会知道舒芬会买柚子 难道陆清风说的都是真的吗 想到这里 我又看向舒芬 就发现舒芬不知道什么时候指甲变得老长 从柚子的顶部一下子扎了进去 他扎进去的一瞬间 我的天灵带顿时一疼 然后舒芬继续划着柚子 给他美滑一下 就感觉是滑在我脸上一般 瞬间我疼痛难忍 瞎哭 听话 把帽子和手套都带上 今天是你生日呢 我们拍个照片吧 看到他们让我戴帽子和手套 我彻底慌了 推开两人后 把腿就往外跑去 一口气跑出了宿舍楼 可刚出门 就有一个男人喊住了我 别跑了 没用的 跑多远 他们都能找到你 瞎哭是吧 我是陆清风 听到对方是陆清风 我就跟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似的 慌忙哀求他 我的室友要擀我的皮 你救救我 当你跟我说 他们送你帽子手套和袜子时 我就知道 他们今晚要对你动手了 他们到底是什么东西 阿飘吗 算是吧 我刚看了一下你们宿舍的风水 你们宿舍应该是建立在一个火葬空上方的 有好多被烧死的阿飘无法转世 他们的皮肤被烧坏 又羡慕女生娇嫩的皮肤 越力气压久了 就会变成 嘎皮阿飘 借皮而生 而且你们宿舍 现在已经有好多同学都被嘎了皮 他们数量太多 我一个人干不过 那怎么办 你一定要救我呀 我还年轻 不想嘎啊 你别急 我已经通知了我各地的师兄弟们 等他们赶来 就可以将他们全部收服了 那我怎么办 我不能在宿舍待着了 他们肯定会嘎了我的 害怕了 跟你说 他们已经认定你了 你去哪里 他们都会跟着你的 所以 你去哪里也都一样 这样 我给你一块玉石 这块玉石被我师父加持过 晚上 你带着他睡 他们就看不见你了 只要你能躲过今晚 我就有机会收服这群阿飘 还有 回去后 千万不要相信任何人说的话 之后 我带着陆清风给我的玉石 回到了宿舍楼 刚准备上楼 就被宿管阿姨叫着了 孩子 你怎么拿了一个招音石啊 我心头一紧 招音石是什么玩意 你脖子上带的就是招音石啊 你这是得罪谁了 他想要你的命 听完宿管阿姨的话 我顿时慌了 可是想到陆清风的交代 不要相信任何人的话 我就决定 不再理睬宿管阿姨 准备继续上楼 可哪只宿管阿姨拦住了我 满脸恐慌地说 孩子 不是阿姨吓唬你 咱宿舍有嘎皮阿飘 听到他说嘎皮阿飘 我瞬间打了一个机灵 这个宿管阿姨 竟然也知道嘎皮阿飘的事 孩子 你不知道 嘎皮阿飘最善蛊惑人心 一旦带上招音石 你的氧气就会急剧下降 嘎皮阿飘就能趁机嘎皮 借体重生 咱们宿舍已经有好多同学 都被嘎皮了 宿管阿姨这么一说 我瞬间又站不住立场了 难道那个陆清风 和嘎皮阿飘是一伙的 他们里应外合 蛊惑人心 最后达成换皮的目的 但是他们 为什么要把事情 搞得这么复杂呢 三个嘎皮阿飘 制服我一个普通人 不是这样很容易的是吗 所以 这个宿管阿姨有问题 说明她也是嘎皮阿飘 跟我说这些 就是为了忽悠我 不行 我之前已经怀疑过 陆清风好几次 结果最后都证实了 她的话是对的 我这次不能再犯 同样的错误了 可谁知这时 宿管阿姨指了 指自己胸前带的一个玉佩 那是一尊观音玉佩 看到这个玉佩 我一下子又乱了 如果宿管是嘎皮阿飘 怎么可能供养菩萨呢 所以这也就证明了 宿管不是嘎皮阿飘 那到底是宿管阿姨 说的是真的 还是陆清风说的是真的 就在我头大的时候 宿管阿姨给我 递过来了一根红绳 有些事情我不敢跟你说 这根红绳你拿着 睡觉的时候记在手上 可保你今晚平安 那个招音时可千万别带了 不然会嘎的 谁都救不了你 听了宿管阿姨的话后 我想了想 便决定这一次听宿管阿姨的 回到宿舍后 三个室友竟然都睡了 我不知道他们是真睡了 还是会突然跳下床来袭击我 我小心翼翼地爬上床 直到我钻进被窝躺下 手中还拿着宿管阿姨给的红线 嘴里不停地念叨着 菩萨保佑 虽然我手中拿着宿管阿姨给我的红绳 但是我也没有完全相信她 陆清风给我的浴室吊坠 我依然戴在脖子上 与其做选择 不如来个双重宝杖 一直到深夜两点 我还是迟迟不敢入睡 满脑子都在想象着 我入睡后 嘎皮呀飘嘎我皮的画面 我越想越睡不着 就在这时 我的天灵盖突然疼了一下 我瞬间就崩溃了 我知道他们要动手了 要擀我皮了 不行 我不能坐以待毙 我要反抗 就在我想要起身的时候 可身体怎么也动不了 难道真的是招阴时的缘故吗 或是之前的那五颗索魂钉 早就已经把我锁死 还有就是 宿管阿姨给我的红绳 不是说能保我吗 为什么这时候不管用了 就在我想的入泥时 突然又感觉 有指甲滑了一下我的头皮 这一下 捅了我眼泪都流了出来 可下一秒 就听见一声 里人惨叫的声音 再接下来 我听到了舒芬说话 谁在那里 也就是这时候 我突然感觉身体能动了 于是我便从床上爬了起来 此时宿舍的灯也打开了 我四处看了一下 舒芬正在我床边站着 果然是 他在划我头皮 随后 我左手举起宿管给的红绳 右手拿着陆清风给我的浴石 对着舒芬喊道 退退退 可舒芬傻傻的看着我 你是不是傻了 把我当成嘎皮阿飘了吧 你难道不是嘎皮阿飘吗 看来你是误会了 我不傻 误会个屁啊 你前几天就开始划我头皮了 还撒谎说 是为了两我头尾 其实你就是要嘎我皮 吓哭 你误会我了 其实刚刚是宿管过来了 他才是嘎皮阿飘 我看到他在你头上划 所以我就下来 把他赶跑了 你刚听到的叫声就是他的 听完舒芬的话 我头都炸了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陆清风 宿管和舒芬都相互说 对方才是嘎皮阿飘 我到底信谁的呀 吓哭 你手上的东西 根本保不了你平安 这两个东西阴气极重 只会让你嘎得更快 其实刚才还来了个难道 他身上阴气极重 看着不像是嘎皮阿飘 但他也想要你的命 刚刚要不是我保护你 他们俩刚就嘎了你了 此刻我彻底懵了 舒芬说宿管和陆清风都不是人 要害我 而且是他保护了自己 这怎么可能啊 舒芬看出我不相信 于是他把我的枕头拿了起来 你看这是我给你放的保命符 刚刚你听到的那声女人惨叫 就是保命符起的作用 看到这些证据 我的立场又开始摇摆了起来 你真的不是嘎皮阿飘吗 我肯定不是啊 其实我是东北出马的 那你为什么要半夜起床化妆啊 我那不是化妆 其实是在练功 那你既然是出马 为什么不把嘎皮阿飘抓了 你太看得起我了 我刚出马没多久 所以功力上前 我还是不太相信你说的 你刚才说宿管是嘎皮阿飘 可是宿管带着观音呢 这个你怎么解释 吓哭 你太天真了 他带的东西就是一个 没有开过光的塑料玩意 根本没有效果的 那你们送我的帽子手套和袜子 是怎么一回事 有个大师说那是锁魂钉 还没等书分开口 我的另外两个室友走了过来 吓哭 你怎么可以怀疑我们呢 那帽子手套和袜子本来就是一套的 而且还挺贵的 于是我们三个对钱买了下来 每人拿一件送给了你 吓哭 跟你说这些话的大师肯定有问题 他连我们手套袜子上的颜色 都能准确说出来 那证明他肯定就在附近盯着我们 那吃柚子的事情呢 怎么解释 大师为什么知道你会买柚子 而且你的指甲为什么变长了 买柚子的事情我真没法解释 这可能真就是个巧合 而支架变长是因为我今天刚做了美甲 拔柚子的时候找不到水果刀了 所以就直接用支架滑了 看到书分解释的如此天衣无缝 我就更怀疑他了 哪能有那么多巧合呢 吓哭 你就别多想了 赶紧上床睡吧 今晚应该安全了 有什么问题咱们明天再说 之后我们都各自回到床上 就在这时 陆清风给我发了一条信息 我刚刚出魂去救你了 结果被四个嘎皮阿飘给打伤了 你赶紧把手上的那条红线给扔了 如果今天不是那根红线 我刚就把他们四个给收了 另外 我再交代你一次 千万别受蛊惑 嘎皮阿飘最善蛊惑 切记不要相信他们的话 看完陆清风的信息后 我更懵了 三个人都说要保我 到底谁说的才是真的呢 我们下车的仓床睡觉 我得到输了 我们下车睡觉 我就感谢你